嗨 大家好 我是貴狗 今天要的觀眾是阿威 硬核這麼好用 為什麼你不用 我們來分享一下說一些我對於硬核 琴代 還有這個保養吉他相關的概念 第一個讓你省錢 第二個讓你省時間 有這麼好看的事情 而且不用花任何額外的資源 真的假的 再分享一下 本集節目中我們會再多幾支影片 前陣子我去日本旅行將近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的吉他 完蛋 最近就開始下梅雨季節 可能還有颱風天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這樣子我順便實驗一下 去年我去越南兩個月 那這一次我去日本兩個禮拜 我來看看這個時間 前情提要 在出國前我都把它擦拭好 所以真正的 你說到真正沒有談 大概兩個禮拜多 可能15天 16天 17天左右 因為你通常不會到出國前 前課來談情嘛 你都會在之前 前段時間就先去忙其他的事情 全部set好之後 再來去旅行出國之類的 好 於是為什麼兩個禮拜這個時間 我覺得很值得拍 因為很簡單 如果你太短 五天七天好像又沒有什麼說服力 過長 好像是去年我去兩個月 又是不一樣的概念 那這次我來看看兩個禮拜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我們這個影片裡面 我這邊我會先在這個位置 放五段 我各把電吉他 而且硬盒的 不管是中國製的EPFORM 或是兩把嘛 申請正義簽名請 然後把Las Paul啦 1959之類的 每一場貴桑桑一把十幾 將近20萬的Taylor木吉他 看看會不會生鏽嘛 對不對 木吉他硬盒 Las Paul硬盒 不一樣嘛 對不對 再來 我的每一場 每一場Fender 每一場Sector 每一場GNL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 但是硬盒不光你拍了五把 因為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其他人沒有生鏽 我就繼續彈了 還要彈 啊 我忘記拍了 沒關係 光到五把 我覺得很有紀念價值 想請相關的影片 我把全部片段 有聲音的版本放在最後面 現在這邊我會同步在我分享的過程當中 放一些 就是他們這幾支影片 我開箱 檢查有沒有生鏽的過程 我都會先 盒子打開 就像你這邊看到的一樣 盒子打開 先放在地上盒子打開 要確定安全拿出來之後 再把相機拿過來近拍給你看 誒 整把琴沒有生鏽 同時我還是要再來宣導一下 這個東西哪怕你放在琴袋裡面 也不會生鏽 所以我拜託你 我懇求各位朋友 只要是信得過我的朋友們 我拜託你 你一定要把吉他 收在硬盒或琴袋裡面 琴袋所以你不用在那邊講什麼 有的沒的 我沒有每一場吉他 我沒有硬盒 琴袋 你買任何琴 像這個Fender一個一兩千塊的琴袋 這個是末廠的 來把夾嘎的琴袋這樣子拿出來給大家分享一下 每一場琴都硬盒 請不要 我最常看到人家把那個琴擺一擺 找在那個琴架上面 那你說我看很多老師什麼都這樣子擺 你是老師嗎 你是那些工作量那麼大人嗎 我們蒙心自問一件事情 你多少次因為這個吉他生鏽 因為懶得換錢 因為覺得花費很貴 所以讓你擱置了彈琴或錄音 各種的這些創作這些事情 很多次嘛 經常發生嘛 你說 我想省錢啊 可是一直生鏽 我就跟你講就要擦乾淨 所以我每次都在講 琴布 這邊有白的 黑的 有什麼樣的 你用什麼 你用抹布擦一整個擦 我管不著你 你只要 把 彈完之後 把錢擦一擦 放進琴袋裡面 這個超無腦的 花不到你幾分鐘幾秒鐘的人生跟生命 這樣子 放進去 你幾條就沒事了 像你剛這一把琴 我可能快兩三個禮拜沒談 一樣 亮晶晶 塞泥塞泥 為什麼 你就不會打開 整隻生鏽很噁心啊 對不對 生鏽很噁心 然後你刮到 到時候又感染又破障風 什麼的 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好不好 那種事情只應該發生在什麼 一把老琴被遺忘在倉庫 十幾二十年 刮風 什麼 漏水之類 好啊拿出來長那樣就算了 你一把都放在你家的琴 還長那個樣子 那很丟臉 對不對 不管這把琴是三千塊 三萬塊 三十萬都不應該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 這是我一個很深刻的感觸 下一集影片我們來聊一下說 setting不好的琴 如何毀掉一把琴 那什麼叫setting不好 怎麼找到自己的setting呢 我們下一集再聊 只是說這一集我想先來聊一下 這件事情 就是 關於把吉他擦拭清潔 而且我一直在分享這件事情 是 這個影片我要拍一百次一千次 不厭其煩 見一個就一個 為什麼 省錢省時間 省荷包 為什麼不用 節省你的生命 不然你 你擦個險會比你換險還省時間嗎 或者說我給樂器養換 你拿去樂器養是不用時間是不是要 對不對 你上班上課拿去過幾天再拿回來 還要排隊還要等 還要等setting等什麼之類 花都是你的錢 也不是我的錢啊 我也不會因為拍這個影片 因此致富 但是我希望見一個就一個 因為以前的我一直很害怕這件事情 壓力很大 因為錢都換最便宜的 在吉祖換最便宜的也沒關係 例如說什麼 Earney Ball紅鷹綠鷹 所以我錢超常換那兩套錢 後來現在經濟能力好一點點 所以我換這個 DADARIO N1XL09 DADARIO N1XL09 42跟1060 或者是你要買任何吉他琴姐 你開心就好 這說實在的你開心就好 開心就好 我也沒有任何 下面有三層連結 沒有吧 有的話 你就要思考一下 我都沒有 你還怕 這種事情 我也沒有要賣什麼料理包 條理包 什麼限量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賣的 之類的事情 我就拜託你把吉他擦乾淨就好 這一塊布 我跟你講 這一塊布你買到頂幾百塊 了不起一千塊 我還沒買過一千塊的琴布 幾百 幾十 最便宜有幾十塊 八九十塊 一百塊一百二就一條 現在應該還有那種琴布 而且那個琴布 一開始 有的會有可能一些工業的味道比較重 你就把你不爽 就把它洗一洗 洗一洗晾乾 可能一個下午 你都忘記了這件事情 就乾了 用手洗就好 你也不需要丟洗衣機什麼 有的沒有 不需要 那我就開始擦洗 不需要任何保養品 不用什麼鹹油 什麼 紙板油 什麼之類的 都不用 你有在彈 你有在彈 你不是 真的啦 你放心啦 大家會看得很多 你就沒有那個煩惱了 你的琴不會整把都是夠啊 好不好 你到底是拿那個琴去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 你就要穿著你的衣服 T恤 去做工作一天都不會那樣子 好不好 你的吉他怎麼可能會那個樣子 如果不會的話 你幹嘛塗弄的東西在上面 沒有必要嘛 你每天在路上跑的汽機車 都沒有保養成那個樣子 那個會影響你的生命安全的東西 都沒有那麼過度保養了 那你就不用擔心一把吉他了 好不好 而且 坦白講 你每次每天擦一擦 它根本上不會有任何一點過 我跟你保證 我每次看它有過 就是我可能去跟人家買二手吉他 可能前情組 疏於保養 或是沒什麼時間 好 OK 那情有可能 只有那麼一次 之後在我家 就算再少談 它都不應該會有夠 不應該會有什麼發霉 生鏽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東西 會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 這個東西真的是讓我很開心 而且它都放室內 不像汽機車腳踏車 放在戶外 會什麼氧化 風化 生鏽 這個東西你到底要怎麼可以 它到那種程度 你如果擺一把吉他 一直擺在你家門口 有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前幾次它沒有被偷走 那是另外的事 那是這樣的事情 情和的好用 真的是無需多元 所以那個時候我隨便開個無把 坦白講還蠻惱人的 英文叫annoying 為什麼叫很惱人 我要彈個琴了 還要在那邊拿出來紀錄一下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拍這個影片 雖然很麻煩 但是 我要做個證據 如果 歡迎各位朋友 如果你覺得還不夠可信 你一定是作秀 你一定是造假 你一定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情 的話 歡迎留言 我之後再辦法證明可以開 我在想辦法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你不覺得這個吉他很開心 卡打出來 你就開始彈琴了 不用在那邊什麼 又生鏽了 所以過兩個禮拜後就換個弦 換回來你又不彈 你又過一陣子 你打開來 又怎麼樣 不會啦 正常來講 你假如沒有任何意外換 你打開來 你換完鞋 放在那邊幾個月 打開來也不應該會有 馬上還沒彈過就秀掉的情況 這種情況 你換完鞋之後 你就彈了一下 然後不擦 不擦的東西很噁心 我就跟你講 你假設一條內衣褲 你穿完之後不洗 然後隨便晾在你家 又晾個幾個月 看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很噁心 很可怕好不好 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你衣服不會發生 誰那麼可笑對不對 衣服不會發生的事 吉他也不會發生 而且你衣服還可以送洗以及洗 這個吉他根本不需要 這樣擦一擦 多方便 現在的科技 做得顯 多麼的棒 根本不會斷顯 不會氧化 你自己肉眼看 用手指去彈就知道 到底有沒有生鏽 有沒有那個就很清楚 你不會看到一層鏽斑 結在上面結得很漂亮 跟雪花一樣 不會 真的不會 除非你不擦 又放在外面 放在琴架上面一整排 那個真的就沒有辦法 你就想嘛 一把琴它包覆在裡面 那麼安全 跟你 直接 暴露在那裡 上面還有各種你的手汗 什麼之類的 你要它怎麼不生鏽 那個才有問題好不好 那個不是你換什麼 可以解決的 那單純就是你的衛生習慣的問題 信得過我的朋友 不要逃避 這個東西一定有效 好 我們就來跨盤 下個走 我小心 能不能進去 還有很多人 我可以直接把這些人 都aven了 但這裡 可以放在外面 是個髮型 還是什麼 可以放過 但你不要模仿 可以放過 那些人 有些人 然後 就算 這邊 可以放在外面 就算 不然 冷卻 沾到外面 沒有任何的這個髒污 沒有任何的發霉生鏽等等情況 馬上可以開一台 第二把分的美芬 讓我看看 很好不錯 12天也沒有生鏽 好 現在我們來開一下 Taylor 814C看看木吉塔 狀況怎麼樣 現在再看看 放個像 然後 看狀況 不錯 沒有生鏽 拿進給大家看一下 這驗證說這個 吉他放在硬盒裡面是很棒 可以聽看看 直接可以聽聲音 好 金吉他 吉他 超音樂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好 好 我們近距離拍一下 我就要來擦琴了 有沒有 看到說 從這邊 一路整個狀況 都是亮晶晶的這個狀態 讚 好 來收琴 好 現在來看一下 Last Paul 一披縫 1959 美麥 趕快 沒有生鏽 可以看到一樣沒有生鏽 很漂亮的狀況摸過去就知道 這個琴盒再次就有這一套線 爽 再插一插 好 下一把 ES335 應該是355Custom 來 身形 真衣 明星明星 哇 藍色超漂亮的藍色 有毛裡一樣 好 一樣很漂亮 沒有生鏽 非常的絲滑 讚 我愛英國 我愛英國